我们极客弯在两年前引入了socpk.com移动芯片排行榜 我们是把手机和平板的芯片性能给大家非常直观的列了出来 一看就知道哪个强哪个弱 但是这个排行榜一直存在一个问题 它没有办法准确地反映处理器的功耗表现 我们在两年前做这个排行榜的时候其实没有在意过这个问题 因为谁也不会想到有些手机处理器的功耗居然能连续两年开倒车 嘿嘿 你能想到吗 你说你现在排名高了又有啥用呢 手机又烫又费电 根本压不住 既然如此 这一个单纯的性能排行榜就已经不够用了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能效排行榜来反映这些处理器的功耗表现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把重点聚焦在手机处理器的功耗上 这些手机芯片到底谁的能耗比最高 还有谁才是大火炉 更重要的是这些大火炉它为什么会翻车呢?原因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地研究一下吧 那我觉得我们也别废话了 我就把我们努力了三个月的成果直接给大家放出来 就是这张CPU能效曲线图 我们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测试记录了大量的数学 最终就汇成了能效曲线 这里面涵盖了这两年能调频的这些处理器 从低频中频到高频所有区段的CPU能效 这个图可以非常直观地反映每个处理器的性能怎么样 功耗怎么样 每个频率点我们都是用60组数据计算出来的 所以总共加起来得测了有将近5000多组数据量了 怎么说这个三连是不是得先教一下啊? 不过你们有些同学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这个图里缺少了一些处理器 比如说像A15啊还有709000啊 这个我得解释一下 就是只有可调频的处理器 这一次我们才能测它的多频点能效曲线 比如像iPhone的话我们是怎么测的呢? 就是通过越域之后修改温控文件来实现调频的 iOS的温控文件就是这个thermal monitor 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研究这玩意儿 里面的可玩性其实还挺高的 你会发现它没法直接去控制处理这些频率 但是有很多间接的方法可以调频 比如说我们可以指定省电模式下的目标功率 我们可以让省电模式不省电 应该说是想耗多少电就耗多少电啊 本来这个省电模式的功率是定的很低的 我们把它改高一点或者低一点 这样就可以间接控制iPhone的CPU频率了 但是这个东西只有越域之后才能改 iOS15目前还没有越域 所以A15咱们就测不了了 只能以后再补上了 这里我们测了A14、A13和A12的能效 同样的安卓这边要修改处理器的频率 我们用的是SIM 那这个也得root了才行 像华为的新机都是不能root的 所以像麒麟9000我们就只能放弃了 不过咱们今天要测的处理器 要看这些处理器也已经够多了 已经是看得眼花缭乱了 那这个图到底怎么看呢? 我来教你们 这个横坐标是功耗 纵坐标是Geekbench的CPU多核性能 比如说我横着这里掐一刀 比如在2500分这里掐一刀 你就知道每颗处理器需要多少的功耗 消耗多少功耗才能跑到2500分了 或者我也可以竖着掐一刀 那我就可以知道大家都给定4W的功耗 分别能跑多少分 在限定功耗下能跑多少分 当然我们也可以宏观一点去看它 简单来说你的曲线位置越是处于左上角 那么你的能效表现就越好 那这个图能够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呢? 我们一件一件来说 首先第一件事也是你们最关心的一件事 就是高通到底有多拉垮 那我们来看一下高通的情况 这个是855 这个是865 这个是888 而这个是8进1 嘿嘿嘿 这个不用我说你也看出来了吧 一言难尽啊 从855到865能效提升是很大的 但是888这一代就开了倒车了 888这根线比865延伸更高 意味着它的极限性能更高 但是能耗上讲它是全线弱于865的 尤其是低频下的表现会更糟糕 不过比起8进1来讲 这个888已经算好了 8进1拉到什么程度呢? 它在2400分以下 也就是中低频的能效 你看 只有855的水平啊 哇 这简直就是笑话 8进1干不过855啊 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东西了 看来我们当时这个小米90Pro的神奇表现 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往中高频走之后 这个8进1的能效就会开始慢慢优于855了 但是全程一直都是比88更差的 就更不用说865了 这张图很好地给我们展示了高通这两年的窘境 正所谓前进一步后退两步 另外有一个让我比较意外的是870 870的曲线在这里 很出乎意料 因为我本来觉得870只是往865上延伸一点 理论上这两应该是一个东西才对 是吧 但其实870在高频段的能效是严重逊于865的 哪怕跑同频同峰的情况下 870的功耗都要比865来得更高 我一开始还以为这是个例 结果我测了好几台870的机械功耗都是更高的 这让我们猜测或许870和865的VID是不一样的 高通可能制定了不同的电压策略 870为了去支撑那颗3.2G超高频的大核能 而使用了很高的电压 结果整体高频下的表现反而都被影响到了 不过中低频下并不会有什么问题 在3000分以下870其实就是865 所以并不影响日常使用吧 那我们聊完了高通 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苹果相比高通到底领先了多少呢 我们把A12、A13和A14也放出来看看 其实A12和A13这两代苹果和高通的差距还没有拉得特别大 A12大概领先855半代左右 而A13也是领先865半代的水平 但由于高通这两年的开倒车 现在的8件亿业其实中低频连A12的能销都不如了 A12你想想它是18年初的 等于高通现在落后了将近四年啊 这有点太离谱了啊 另外呢 我们看苹果的曲线 你会发现这个A12这一代的能效表现 对于一个手机来说真的是很不错啊 A12不仅更换了内核架构 还是第一颗用上7nm工艺制造的SoC 所以它的中低频能效表现非常的漂亮 低频甚至已经和865很接近了 而到了A13这一代呢 苹果对小核进行了重大升级 小核的浮点性能有了显著提升 现在的苹果小核其实已经不能叫小核了 应该叫小一点的大核 所以你可以看到苹果是越来越把焦点放在了高性能上 这个也是在为后面M1登录桌面做准备 毕竟架构上是要共享的嘛 所以苹果A系列曲线的特征也是受此影响 在慢慢往桌面端靠近 应该说这也是一个大趋势吧 就是至少从芯片硬件上讲 移动端和桌面端的界线正在慢慢变得模糊 看完了苹果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问题 联发科 天玑8100和天玑9000它们的能效到底是个什么水平的 来 我们看看 哎 天玑8100确实挺强的 能效已经快要接近A14的水平了 这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安卓最节能的处理器 功耗比865都低了不少的 不过换个角度想想 天玑8100其实也就是正常换代而已 毕竟865已经是两年前的芯片了 天玑8100仅仅做了高通本来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相比之下 天玑9000的能效就要差一些了 天玑9000总体只有A13的能效水平 中低频只和865差不多而已 只有在往高频走后才会有优势 作为一颗旗舰处理器来说 我觉得这个表现反正我是不太满意的 但是我们如果和同架构的高通8件1做一下对比的话 那天玑9000仍然是要远远领先8件1的 应该说台积电制程相比三星的优势还是非常大的 三家看完 这张完整的能效曲线图也是呼之欲出了 可惜A15现在还没有越狱测不了完整的曲线 不过我大概可以告诉你它在哪儿 A15肯定是会经过这两个点的 这个是最高点 这个是省电模式 所以你就可以脑补一下这个曲线 其实把A15画出来之后 我倒是觉得这个情况没有我想的那么绝望 我感觉安卓明年 乐观一点 大胆一点 应该是能追上A15的水平的 前提就是要正常升级换代 不能开倒车 可是对于安卓来说开不开倒车这个事儿还真的很难说 那么问题来了 安卓这两年的处理器翻车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呢? 是三星工艺的问题吗? 还是ARM架构的设计有问题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不能只看这张处理器多核的能效曲线了 我们还得把每种核心单独拆开来看看 于是我们又测了几千组数据 得到了CPU大核和中核的能效曲线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到底是谁翻车了呢? 其实从这个图上我们就能分析出来了 这个锅应该是ARM和三星都得背一点 ARM这边翻车的主要是中核架构A710 我们可以看一下ARM历年来的7系核心的迭代 这个是7nm的A76 这个是NTP的A77 这个是5nm的A78 而这个是4nm的A710 这四个都是台阶电工艺 制程越来越先进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从A76到A77到A78这三代架构之间 是有正常的代际提升的 而到了A710这一代 就开始开倒车了 考虑到工艺的进步 A710等于是往回退了一代 能效是明显不如A78的 不光台积电 三星工艺的A710也能印证这一点 这个是88上的A78 这个是8-1上的A710 你看 三星工艺的A710能效都快赶上855的A76了 反正拉垮就完事了 相比A710的拉垮 超大和Cortex-X2的表现倒是还行 其实Cortex-X系列本来的表现就挺好的 这个是88上的X1和A78 你可以看到它们的曲线是交汇在一起的 也就是形成一种互补的关系 在低功耗段A78的效率更高 而到了高功耗段 X1又能爆发出更强的性能 两者配合起来可以最大程度的改善整体的能效 这其实是符合ARM做Cortex-X超大和的初衷 大和中和都可以工作在自己擅长的能效区间上 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搭配 到了X2这一代 高频段相比X1又有了一些提升 中低频的能效X2和X1倒是差不多的 应该说X2这个表现还算正常吧 可能提升不大 但至少没开倒车 可是这样一来就有意思了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A710是严重倒退的一代 那X2和A710这俩配合起来会变成什么样呢? 诶 本来应该交叉会合的两条曲线 现在居然拉开了非常大的差距 完全不交叉了 也就是说 X2超大和在任何功耗下的表现都要优于A710 哇 超大和的能效全程干翻中和 这也太离谱了 不光是8G1 天玑9000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 虽然两者的差距要比8G1上小一些 但是这个X2依然是全面领先A710的 这完全就违背了ARM的初衷 说个难听点 我要是不在乎面积和成本的话 甚至可以堆4个X2 搞不好比你堆4个A710的能效还要好呢?说不定 考虑了A710实在烂的有点不可思议 那我决定拿A710和A710跑一个同频测试看看 8G1和888两者都跑在2.4G 单独算一下整数和浮点性能 其实从IPC这样讲 A710是有些微提升的 同频下整数要比A710强了5.7% 浮点就是强了5.3% 这个提升幅度聊甚于无吧 勉强也能算一次换代了 提升小没事 只要你功耗好看就无所谓 然而A710在功耗上直接就爆炸了 整数功耗相比A710足足高了27% 从2瓦暴涨到2.5瓦 浮点功耗也高了24% 从2.2瓦涨到2.7瓦 你说你这IPC提了5% 功耗高了25% 你这算哪门子升级啊 这也太搞笑了吧 今年安卓芯片翻车 A710肯定是要负很大责任的 除了A710之外 这次的小核A510似乎也不太漂亮 我们这次专门测了小核醋的能效 由于单个小核的功耗实在是太低了 可能测不准 所以我们只能4个小核加起来测 即便这样 我都不敢保证测得很准确 所以这个就仅供参考吧 至少我们能确定的一点 就是A510依然挺让人失望的 哪怕台积电加持的A510 在我们的测试区间上能效都还不如三星的A55来的好 唯一称得上优势的就是 它毕竟是全新架构 后端也加宽了很多 所以同频性能或者从这个曲线上来讲就是极限性能确实要强很多了 但作为一个小核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吧 你功耗递不下去 性能再强又如何呢 不过小核在整体性能中的占比是非常小的 4个小核加起来都远远打不过一个中核 它对于我们测得多核能效的影响是有限的 这个多核大部分是受中核的影响 所以相对来讲我还是觉得A710的翻车性质要更恶劣一点 毕竟A710翻车是同时影响了发热和功耗的 发热才是现在安卓端最大的问题 而A510这么点激素是不会影响到发热的 但是它会影响到你的待机续号 所以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了 我们以前是天天吐槽万年打磨A55死活不更新 结果现在更新了还不如不更呢 是吧 除了ARM的新架构之外 另一个翻车的就是三星工艺了 如果说ARM的翻车是意料之外的话 那三星的翻车就是情理之中了嘛 我们都知道三星工艺不行 可是三星和台积电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呢? 我告诉你 真的很大 来 我们还是来看这张大核中核的能效图 这个是三星的A710 这个是台积电的A710 看到没? 这俩工艺的能效差距已经能够抵消到将近两代的架构升级了 你再看看这个A78 这个是三星的A78 这个是台积电的A78 一样吧 这个差距已经大到离谱了 甚至你看着三星5nm的A78能效还不如台积电7nm的A77呢? 那你说你这5nm到底是个啥能效水平? 10nm吗? 我都不好意思猜了 这样看下来 现在的三星和台积电搞不好就有超过4年的能效差距了 当然了工艺制程也不是只看能效的 三星5nm、4nm的晶体管密度确实提升了 也不完全是废物 毕竟芯片想要做小或者塞下更多晶体管还是需要提高密度的 但是光有密度 能效落后人家4年 塞再多晶体管你压得住吗? 这实在是有点尴尬啊 那么A710架构翻车和三星工艺翻车谁的责任更大一点呢? 我觉得还是三星的责任要更大一点 A710开到车的幅度相比三星工艺落后的幅度还是要稍微好一点的 但是考虑到A710本来应有的高度 这个也不过就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吧 反正都很烂就是了 能给高通同时碰上这对卧龙凤厨 做出像8G1这种万年不遇的神U 那也是倒了八辈子的雪梅了 好了 CPU我们聊了这么久总算是讲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还得聊一聊最后的一环 就是这个GPU 其实现代的手游对于GPU的要求并没有很高 不管是王主荣耀还是原神 GPU都是够用即可的 真正影响性能的更多时候还是CPU 不过GPU有一个方面我们还是需要重视的 那就是功耗表现 毕竟就算性能需求不大 只要你玩3D游戏 这GPU总归还是要耗电的 对吧?功耗高了 那你就是和CPU齐热融融了嘛 你说是不是? 所以我们这次还是拿GFX Bunch的SX Ruins的2K测试 来绘制一下GPU能效曲线 看一看这些手机的GPU能效表现如何 首先还是来看看高通这几年GPU的进华 这个是855的能效 这个是865和870 这个是888 然后这个是8进1 和CPU不同的是 高通的GPU毕竟是自研的架构 这几年下来哪怕顶着三星工艺的逆风 也还算是有一些能效进步 尤其是8进1这一代架构大提升 对吧?GPU的表现强了一大截了 应该还是要表扬一下的 唯独888的GPU表现算是比较糟糕的 受三星工艺的影响 再加上老架构夹高 它的中频能效未必比得过865 这个低频能效甚至只有855的水平 高频则是冲到了将近10W的功耗 性能还没多少提升 这个还是挺不理想的 888的中高频这个地方 虽然要比870稍微强一点 但如果我们给865和870超频的话 同时也是会伴随着降压的 所以最终的表现和888打一下还是有戏的 接着我们来看看苹果这边的GPU 这个是A12 这个是A13 而这个是A14 只能说安卓阵营还是差点意思 哪怕8进1的GPU有这么大的进步 在能效上也很难打过A13 尤其是在游戏常用的中低频段上 甚至远远不如A13的 A13这一代确实是苹果这边GPU提升特别大的一代 放到今天依然非常强 但哪怕是2018年的A12 GPU的能效水平也已经超过865和888了 应该说苹果的GPU领先安卓的幅度 甚至要比它的CPU还要离谱 而其中最最离谱的是最新的A15 A15这一代的GPU大幅升级 咱们这个图上甚至还没放A15呢 要不你来猜一下它放在什么位置上 虽然我们现在还画不了完整的曲线 但是有三个点的数据是可以参考的 这个点 这个点 以及这个点 哇靠啊 这个简直就是外星科技啊 A15的GPU的表现恐怕安卓短时间内是根本不可能追上的了 高通和苹果看完了那联发科的GPU表现又怎么样呢? 其实还算不错 这是天玑8100的GPU曲线 尽管它的峰值性能上不去 但是能效上讲它已经优于A12了 GPU中低频的表现是要优于8100的 高频则是稍逊于8100 不过总体还是不如A13的GPU水平 相比之下规模更庞大的天玑9000 GPU还是要比8100强不少的 天玑9000的这颗GPU 已经能够跟A13争个高低了 甚至在高频段的能效赢了A14 全程的GPU表现都要比8100来得更好 看来在制程红利加上玛丽新架构的帮助下 发科的GPU能效还是挺给力的 诶 事情要是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那大家都选发科不就完事了吗? 可惜在发科平台上 这个情况有那么一点点复杂 你现在看到的这两根天玑的能效曲线 其实是在正常发挥不出问题 表现最优的情况下 跑的能效曲线 但是在发科平台上 你要指望它不出问题 那肯定是出问题了 如果我们在这两台K50上全程开启性能模式测的话 那这两颗天玑的GPU能效就会测出这样的结果 哇 完全不一样啊 这低频能效直接给你打回855水平 这不是废了吗?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因为在天玑平台上 有一个东西会严重的影响功耗 就是内存频率 天玑平台的内存频率是可以调节的 但如果你在K50上开性能模式 它的内存会全程干满6400M速率 哪怕在低负载场景 哪怕你把CPU和GPU都降频到最低 甚至在待机的时候 它也会把内存往最高频率上怼 这就导致性能模式下 很多测试里面莫名其妙的 白白增加了有至多1.5W的功耗 尤其是在中低负载下 这部分就是白耗的电 那我专门测试了一下 其实最低只需要设置2133M的内存速率 就已经可以满足中低负载下的需求了 根本没必要全程跑最高浪费电 那行 你性能模式无脑怼最高 那平衡模式总能发挥正常了吧? 也不是的 在平衡模式下 它的内存设定又有点太保守了 以至于有的时候会对CPU和GPU的性能造成平静 哇 一个无脑怼最高 一个无脑怼最低 这个调教的人真的是个天才啊 测出这种结果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明明有这么好的硬件 却因为调教的问题而没办法发挥出来 这个是真的很可惜的 但我觉得这也不全是小米的过 因为在realme和一架机器上 或多或少也存在类似的能效问题 所以当时天机刚出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各家媒体测出来的跑分 功耗千奇百怪 有高有低 对吧 有的工程机和各家零售机表现也不一样 我们自己首发的时候很多项目也是开性能模式测的 所以测出来K50的功耗有的是偏高的 现在我们总算是找到罪魁货手机了 要我说 这发歌平台调教难呢 我觉得发歌自己可能也得背点过吧 到底有没有给厂商提供合适的工具 合适的接口呢? 像内存这些是不是也可以做成动态的智能条件呢? 明明高通就没那么多破设 为啥就你事多呢? 你看高通多好 烂就是烂 对吧? 对于K50的用户 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root了手机的话 你就开平衡模式 不要用性能模式 然后你把内存速率拉到最低2133起步 这个相对来说是性能不容易受限 功耗也比较合理的一个档位吧 好了 CPU和GPU的能效今天咱们都深入的分析过了 差不多就可以总结一下了 首先 安卓阵营的芯片 拉垮到底怪谁呢? 大锅三星杯 小锅暗杯 三星工艺的拉垮直接抵消了将近两代的架构能效提升 而ARM这边的新设计A710能效又非常糟糕 A510的表现也不咋地 架构工艺双白烂造就了骁龙8件1爆炸的CPU功耗 天玑9000也受到了ARM的影响 能效只能做到稍强于865的水平 放眼整个安卓阵营 CPU功耗表现最好的依然还是台积电夹A78的天玑8100 这玩意的能效已经接近A14了 成功地把安卓和苹果的CPU差距缩短到了一年半 确实还是挺给力的 GPU方面高通倒是尽力了 8件1的GPU表现倒是还可以吧 可惜受三星的拖累 能效上还是很难和苹果竞争的 尤其是有A15这样的外星产物在 苹果的GPU优势恐怕很难被撼动 至于联发科这边 虽然天玑的CPU和GPU硬件表现都不错 但是在内存调频上存在一些严重的优化问题 导致功耗是时高时低 还是需要发哥和厂商好好配合打磨一下 那么聊到这里 本期视频也要接近尾声了 如果你看了这么多干货之后 到现在还没点赞 还没投币 还没关注频道的话 那你简直是罪大恶极 我倒被你们嫖麻了 赶紧去点赞好吧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也把今天分析出来的能效曲线 转制成了一张CPU能效天机图 之前我们socpk.com上的天机图 都是围绕性能来做的 但大家都明白 移动端的能效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接着今天出视频的机会 我们就隆重推出这个socpk能效天机图 这是限制3W-5W功耗的CPU下来对比性能 应该说可以很好的反映手机端的CPU能效排名了 高清的图片大家可以去socpk.com自行查看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各位今天看的过不过瘾呢 应该还是挺爽的吧 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更硬核的内容带给大家 你们就好好期待一下吧 喜欢本期视频 还是记得要一键三两 千万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去我们极客班的店 看一看我们卖的各种周边 我们以后再见了 拜拜